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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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作为都是基于国家长远的利益 我在行政院副院长的任内 从未参与宇昌生计的仇色 这一点非常清楚 但是国民党故意变造文书 意图制造蔡英文和给蔡英文的假象 我坚持的信念是 永远要把台湾的利益放在个人或政党的利益之上 即使日后因缘即会 当上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乃至于参选总统 这个信念始终是没有改变 这个达喜小姐 身为女性一样是变才无爱的您 您看得懂蔡主席她的讲话内容吗 所以我不敢讲变才无爱 不过作为女性我一看她的表现 其实我还第一时间我还真的心有气气 为什么 你们这么多男生围攻一个女生 是这样子的 楚楚可怜 楚楚可怜声音沙哑 然后呢要一再表白被大家抹黑 国民党这只大野狼欺负我这个三只小猪 那我觉得一滴时间 我觉得会让我们尤其作为女性 会觉得蛮会同情的 因为这宇昌岸说实话案情复杂 我们一般人还不是容易的 但是经过大家在这一说明讨论 发现这个案子里面 它的表现 为什么在这个时机 因为明天又是总统大选辩论了 那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为什么讲完以后就甩头就走了 也没有再给机会 让大家来问问问题 所有的解释 据我从 我马上现买现卖 据说所有的解释也都说过 那其实没有增添什么新的 对真的大家的疑点 那他也没有提出一些什么澄清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案子本身 他表现的正经 但他说 请大家放心 其实再多打击 我还是都能够承受 可能这里面其实反映的是说 他已经走过一段 相当天然交战的辛苦历程 那终于决定说 要把这个整个的事件 归纳为是国民党的打压 让这个事件归纳为国民党的打压以后 他也就可以轻松一点 但事实的真相是怎么回事 我想在蔡英文主席今天这场说明当中 我们其实真的听不到任何的真相 我知道如果我现在问胖胖的话 胖胖一定讲 可恶的国民党这样打压人家 强迫他八个月赚1980万 国民党来打压我吧 人家不想赚了 我知道你的梗 所以我不问你 自相 传播学理论里面其实有话就说 我们经常说 有话的当民讲 有话的当民懂 把话说清楚讲明白 你才能够理清大家内心的疑虑 这票投给你 我才会理直气壮 他这样说不是说服着你说你这票赚不到而已 蔡英文的这个记者会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在辩论前开 上次也开过了 像这样开记者会 其实有一点偷跑的嫌疑 因为其他两位还在准备 那他开记者会 以他的重要性 记者非去不可 那你等于把本来该在辩论里说的话 在两位对手缺席 提问人不在的状况下 先说这有偷跑 而且经常记者会一开完呢 他就走了 所以又落跑 所以偷跑加落跑 这种记者会 其实是不常见的 那一般呢 如果你美国的例子的话 你在辩论前开个记者会 大家一定觉得 你是想锁定议题 意思就是铺个梗 明天能够亮出你真正要亮的立场 上次大家都以为是这样 其实你看上次有了经验之后 蔡英文这个记者会更像是要躲议题的记者会 免战牌 对 免战牌 就是明天谁再问我 我昨天讲过了 所以明天我就不用讲了 所以他现在是这个目的 不过就像刚刚廖老师说的 他今天呢 因为声音有点沙哑 而且用好像受到一些打压的 委屈的这样的语调跟形象来说话呢 对选民来说 他创造一个简单容易理解的故事 就是我被打压了 然后再加上经建会的那个错误呢 合在一起来创造一个对他自己的选民 一句话就说完了 意思是他们打压我 我不讲这个事 我是被欺负的 我被欺负了 我明天不想讲这个 再讲也讲不清 因为他们国家机器对付我了 好 那就躲掉了 躲掉之后对自己选民有交代 明天再有对手提出 再有提问人如果不懂事 讲过了 虽然讲过了还问 他就会说 这个我不想再讨论 这个是我被打压了 这种表现对中间选民也是有诉求的 是是是 因为讯息不清楚 他说我表现是一个低姿态 悲情的姿态 我是被打的 可是这个很像开演唱会 就三个钟的候选人 第一场演唱会开得OKOK 明天开第二场演唱会 蔡英文加演一场提前 但是宇昌案他真的说清楚了 名义 我认为是说 我刚才他讲的时候 我很紧张 我紧张的是什么 能不能够把我的疑虑 做一次解决 因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就会把我的紧张 换成很舒缓的方式 来去面对宇昌案 结果我一听完 我更紧张 人在哪里 他没有讲出 他里面的过程的关键问题 他只讲出他被打压 那说句不好听 他说他打压是我可预期 这信息不开我都知道 我只要看看自由时报 看看另外两台电视台 我就已经知道 而且不但被打压 很可恶的大爷让他打压他 但是他有一个指控一个 说叫做变照公文 我觉得那样子 以他学法律来讲 这样是不公道的 那个公文是未经变照 只是他有一个服贴的 说明栏的这个部分 加注上去把时间错置 当然他要说变照 他已经去告了 然后法院来判断 可是我要回头来讲 我今天一天下来 我昨天听到说 这个国发基金的人 到他家里去跟他做说明 我就很讶异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我今天又听说 何大义又扯到黄芳叶 我一听到黄芳叶 我又想说 怎么会这种感觉又来的 我告诉你 这都不是国民党要行硕的感觉 而是一点一滴又落 我觉得那种感觉又回来 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他不想讲清楚 但是他想终止这个话题 就是说你们国民党不要再讲了 为什么 再讲下去 那种观感还是会回来 因为我强调几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 徐公文勇说的 就是利益回避的问题吗 那是什么问题 对 所以蔡英文没有利益回避 因为你实质 你的家族或是你个人 获利将近2000万 第一个没有利益回应 第二个 这哪有什么机密啊 你们国民党一直说有机密 对 没有机密 为什么利益其机密 因为你回避了 正常的专业审查 你不应该这么快的流程 因为机机密 我们都不止了流过程 再过来 你说你是为台湾生技 或付出这些等等 可是我觉得这些企业家 现在在帮你 现在在帮你讲话的这些科学家 我已经觉得好像在帮你服选 因为你们应该为台湾的生技业而说话 不是为蔡英文的角色而说话 我觉得这样我可以接受 就说你们请不要去攻击我们生技业 今天不要说是蔡英文了 今天就是联赞 马英九 吴敦毅是你们 我也来狗奖你出来 为了台湾生技 那我就接受 可是这些不是 他们就告诉说 蔡英文的角色之外 一直告诉台湾的名 你们怎么不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何大一我很生气 陈湘波我很生气 你们在扮演什么角色 你们在扮演Block的角色 你怎么可以叫我们台湾人生气 你回来台湾说清楚吧 不要用视讯 断章取义的解释 是 但是名义啊 Danger跟Angers 差一只而已 想要贏 差很快 今天不仅蔡主席很忙 邱毅也很忙 有多忙呢 我们看看他为李昌干了什么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邱毅说 小英 你好大 别走 别走 我们看这里说 监察院举发 蔡英文和美月 在邱毅做的事情 告他们什么呢 独职 滥权 自肥 图利 宇昌跳过审刀程序 以及机密的方式 准宇 投资宇昌 另外台报方面 何美月要求官员 自蔡英文家去做简报 计划书不合规定 何美月仍然合可投资 另外呢 北简告蔡英文的诬告 也就是说 绿呢 绿正颖告邱毅说 他伪造文书 邱自认 没有无用 这个告来告去 当然 真理越变越明 告不一定有用了 但这样的方式 其实让雨昌 又陷入一种迷雾当中 就究竟对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伤害比较深 江老师选举的时候 要的是真理吗 他要的是选票 要的是政治效应 所以现在邱毅去告 当然我们知道说 像这个 我举个例子 计划书不合规定 何美月仍然合可投资 他强调是说 当初说要在台湾设工厂 就你没有设 那个开发金照样拨钱下去 这中间有没有所谓 这个瑕疵的问题 可是这个东西 真的是太复杂了 所以 如果你在诉求 用这种监察院的方式 或者是用这个特征组的方式 这东西在目前为止 政治效应已经低很多 而且可能造成说 反正在选举期间就是这样 前两天 邱老师还说 选举它就是有法律假期 你现在一告我就说 你就是政治追杀 政治迫害 那就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这种手段 我是觉得已经 没有办法达到 可能想象中那种诉求 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 不能说没有意义 但是有动作 到底这样保温的效应 对谁有利 今天报纸也说 这个东西恐怕是 见仁见智 恐怕看怎么去发笑 虽然你说破我的梗 我还是要讲 我还是要讲那个蔡英文 因为我等好久了 刚刚蔡英文的记者会 有一个非常 就是每次的特色都一样 就怎么样 就是蔡英文讲完 马上走人 然后陈其迈就说 各位有什么问题 我如果记得我问说 请问一下那个发言人 是你现在要选总统吗 我问你干嘛 我问你干嘛 对不对 蔡英文要走人 我问他干嘛 今天在这个记者会讲说 这个所谓的生计投资案 等待收获的时间相当长 是 高语言说 我心有七七耶 我等待审查的时间 可相当长 对不对 为什么你等待收获 等待审查 他说 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都参与这个案子 太好了 刚刚明夜讲到了 太知名了 太知名了 你说大一啊 太知名了 今天这个时报周刊说 不但知名呢 而且就顺便就拿了一些好处 也不错 这种知名法 我不晓得 各位去判断 那这样子有没有求援 是签裁判 而且否决南华案的 也是借位仁兄 是 这个就 我们就不要讲这个案子了 我们讲这个案子本身 然后就说 怎么讲 他说 台湾的利益 永远是在个人立志上 快留言 太好了 有吗 我觉得你开记者会 真的我不要说你空心菜 你总要讲一些新鲜的东西 你开这种记者会讲 把过去的资讯全部拿出来 唯一不一样是用读稿机 然后再讲一遍 我觉得这样有意义吗 每次都这样开 我觉得我赞成这个邮老师 你就逃走嘛 明天有些是时间 我今天先攻击我送 攻完我就走人 连资讯的时间都没有 我觉得这样没有意思的 但是问题是 蔡英文可以 别人可以吗 有人问说在英文当中 哪一个字最长 观众朋友 你英文好不好呢 我说的不是蔡英文 是英文 听说wait这个字最长 等待是最漫长的 但问题是蔡英文行 别人行吗 我们稍后来看一看